本欄目由北美华人最大的购物网站 益上购物特约播出 最齐全的商品最优惠的价格 竟在益上购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六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机关人民日报 头版有6个文章标题 其中前三个都是关于习近平这次中东和非洲之行的 对此 曾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作家 新闻工作者比尔在推特上写道 星期六人民日报的头版 也可以叫做习近平日报 有些观察人士 把习近平这次对西亚和非洲五国的访问 看作是中国政局还算稳定 至少是习近平领导层对政局稳定有信心的迹象 比尔的最新推文说 如果习近平真的担心他的地位 他还会这样离开中国十天吗 人民日报7月21日头版刊登了习近平在阿联酋的两张照片 在一张检阅礼宾的照片上 习近平后面跟着一位中国军地上校 随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高官 没有过去常跟随习近平出访的王沪宁 人民日报把丁薛祥排在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前面 从中共官媒报道来看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上次参加活动 是6月26日在中国共金团代表大会上讲话 中国时局分析人士何平认为 王沪宁这次没有随行 是因为他已经是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此行还将访问塞内加尔 卢旺达和南非 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还要过境毛里求斯顺便访问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周五发表公开信 呼吁习近平此行不要大撒币 他写道 中国有大量穷困人口 存在上学难 养老难 看病难 尚待解决 中国的人均产值在世界上排名第79位 我们有必要去国外大撒币冲阔劳吗 被援助的国家有的证据不稳 有的独裁统治 一旦有了变化 政权交替 我们可能血本无归 反对派上台还会对我们敌视 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国是阿联酋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也是阿联酋最大的进口来源 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的出口口岸 有将近60%对中东的商品出口都要经过阿联酋 并且 阿联酋自身与中国的贸易 也将近占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贸易的四分之一 近日 网络流传北京市顺义区 政府部门下发的一份文件 要求撤除政治性标语口号 内容包括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南 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范围 中国梦以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等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在美国的中国数字时代网消息说 北京市顺义区社会宣传环境部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7月13日发布题为 关于开展近期重大环境布置的通知 要求撤除政治性标语口号 通知称 按照市委要求 19大标语口号不再保留 6月5日 区委宣传部组织召开宣传系统工作会 就社会环境布置工作进行了进一步部署 要求撤除政治性标语口号 但目前在全区范围内 仍存在不合时宜内容的宣传布置 通知将此次环境布置工作的时间 安排是在今年7月13日至20日 撤除对象为19大前的口号为党 高杆立柱 横幅 落地看板 和宣传栏 内容包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行动指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 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范围 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等共识五项 通知还说 此次撤销工作纳入大档舰考核 北京顺义区社会宣传环境部署工作领导小组 将于7月23日开始组织检查 落实撤销情况 但来自北京的消息人士说 北京市中心尚未见大规模撤销 19大宣传标牌 北京时间7月20日 中共中央任命北京市委书记张硕甫辅担任广州市委书记 同时免去任学峰的广州市委书记职务 任学峰1988年从河北工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 先后任河北工学院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 1992年起任学峰进入天津政坛 并在2018年成为天津副市长 2014年8月任学峰担任广州市委书记 打破了近30年来广州一把手由当地官员出任的惯例 香港《明报》7月21日指出 新任广州市委书记张硕甫是湖南长沙人 曾有传言称他的岳父是中共元老 曾任湖南和江西两省书记 及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志用 毛志用生于1929年湖南岳阳人 是中共前党和国家领导人 1977年9月至1988年5月担任湖南省委书记 1988年至1995年担任江西省委书记 1995年至1998年出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98年至2003年担任第九届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民用航空局4月25日致函44家外国航空公司 要求修改对台湾称呼最初期限30天 之后将延期至7月25日 中国民航局日前还公开点名剩下6家 仍在申请延期整改 这其中包括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与联合航空三家美国航空业者 中央社的报道称 截至截稿为止 这三家航空业者官网上仍单列台湾 并未屈服于中国官方的压力 达美航空今天回复询问时表示 正在审查中国民航局的要求 也持续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磋商 美国航空发言人杰尔森也表示 正就此事与美国政府磋商中 联合航空则未回复询问邮件 中国民航局对外籍航空公司施压一事 经媒体披露后 白宫曾在5月初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 重批中国要求美国航空公司 不得将台湾标志为国家 是欧威尔士胡言乱语 美国强烈反对 中国强迫美国企业使用特定政治语言 呼吁中国停止威胁美国航空业 美国野兽日报网站发表特约记者 中国问题研究员埃伦·埃布拉西敏的文章说 今年5月 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份报告披露 中国共产党过去10年来 一直企图影响该国各级政府和政治圈 美国不像澳大利亚 社会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广泛的公众辩论 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施展影响力的主要渠道 由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实施的统战活动闻所未闻 这种被毛泽东誉为是法宝的中共老牌渗透手段 今天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所谓软图谋 如收买 收编或胁迫有影响力的社区领袖等等 中共的统战网络角色并不清晰 其功能有时候向亲地方政党的促进俱乐部 或企图左右公众舆论的宣传团体 有时候和国家安全部等传统情报机构一样收集情报 有时候可能协助盗窃知识产权 美国数十个城市若干年来 明摆着已存在中共的统战活动 但几乎没有人明白 如标榜为独立非牟利的华裔美国人团体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就是与统战部关系密切的统战前上 和统会在7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会 在华盛顿 纽约 芝加哥 休斯顿等 美国各城市有30多个分会 成为中共和华裔美国人社区的主要接触点之一 其工作是迎送赴美访问的中国官员 扩散中共的宣传 帮助北京鉴别 拉拢杰出华裔人士 为当地华裔社区举办文化活动等 中共统战策略的核心是放大友谊的声音 封杀批评声浪 目标是在海外华裔社区建立包括独立中文传媒 中国学生及社区组织 华裔工商界及组织在等类的联系网络 压制任何反对中共的组织 进而笼络杰出的非华裔人士 竞选捐款人及政客等 说服他们在东道国家促进北京的政策和利益 统战活动创建亲北京的组织 缩使他们反对与中共政见不同的人士 在华裔美国人社区制造不合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遍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学校园的组织 仅美国各地大学的联合会数量就在100至150个之间 其中不少人数庞大 在校园颇具影响力 当重要的中国高官来访时 使领馆提供红色T恤 旗帜 标语牌 发放每天60美元的津贴和额外交通补助 由联合会组织人数众多的学生形成可观的引诵队伍 其声势压倒人数少的反北京侍卫 中共在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战活动贯穿着一条主线 即利用自由民主国家受保障的自由来达到北京自己的目的 其中往往夹杂着民主国家不会使用的秘密 胁迫压制等手段 以色列空军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设施发起大规模空袭 这次打击是报复残酷炮击以色列士兵 目前 以军飞机继续对各个目标实施空袭 报道称 以色列空军飞机不久前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军事目标 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 目前正在对各个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报复对以色列军队的疯狂袭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周五晚出席国防部紧急会议 以色列军方周五指责哈马斯向以色列边防军发射炮弹 制造紧张升级 以军则向加沙哈马斯据点进行猛烈轰炸 造成4名巴人死亡 联合国中文呼吁巴以双方保持克制悬崖勒马 中国解放军7月18日起 正在东中国海海域进行为期6天的大规模实弹演习 有中国媒体说这是针对台独分裂分子量身定制的一次演习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解放军军力近年来迅速发展 但是在美国协防台湾的情况下 中国要想在短期内2030年前拿下台湾恐怕是不可能的 7月18日到7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浙江香山至温州以东的海域进行实弹演习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 这是针对台湾的台独分裂分子量身定制的一次演习 报道还说 如果将当前传统演习区域整体平行向前移动 基本上会整体覆盖台湾 《环球时报》的报道还说 虽然这是一次在传统区域下进行的常态化年度例行演习 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 未来一旦发生战争 东中国海海域将是主战场 这里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其他海上有争议岛礁问题的关键所在 鉴于台湾海峡目前的高度紧张局势 解放军的每一次行动都会让台湾高度关注 这次的恫吓也不例外 台湾国防部的消息说 台湾已经掌握相关事态的发展 并有相应的应对措施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读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